我们刚刚讲到这个过程嘛 那刚好杨卫有问到说 OK,那这个过程里面 资料是怎么样子做的 他下面这张图就解释了 资料是怎么样子做的 这些图都是从维基板科来的 应用程的资料就纯粹只是资料 如果你要算个hello,那就是hello 那这个hello呢 到了传输程 不管是UDP还是PCB 就是他的资料人终不动 前面会加个表头 OK,到了IP层呢 这个表头还在 但是这个整个就变成是Data 因为你不需要再去区分里面的资料 所以这对于IT层而言 他把这整个看成Data 就可以了 然后呢,在前面再加一个表头 然后呢 到了连结层呢 又再加表头和表纹 连结层比较特别有加表纹 OK 然后呢,就传出去 那传出去 对方收到之后一样 他的连结层就这样 把这些头尾拆掉 到了IP层呢,又把ID拆掉 到了TCP又UDP层,又把ID拆掉 然后最后把资料送给Application 所以你Application 其实根本就不知道 到底这些过程里面加了什么资讯 因为你看到只有资料 所以我们看到的Web是基于HTTP的 也就是浏览器里面所看到的那些东西 那不是浏览器看到的东西 通常就不是属于Web 那Socket韩式库 现在像Java,C,Sharp,Dane,Unis,Lenis 这些都有支援Socket韩式库 所以其实你 我们在这边 我们会教各位怎么样写Web社員 在课程大概到了四五周之后 我会教各位怎么写Web server 那这个Web server 就会用Socket韩式库来写 那各位应该有架过Server吧 有些人可能有,有些人可能没有 那最常用的Server就是Apache 那现在也有很多感觉好像比Apache更小更好用的Server 但是事实上我记得我在2003年左右 2003年,2004年的时候我就架了自己的网站 那时候也有Apache 但是我没有用Apache 我用自己写的Web server 来架网站 那时候我用Java自己写一个Web server OK 那为什么自己写? 因为你可以自由的操控 不需要了解Apache太多内容 你就可以自己加程式 OK 那也可以运作,运作了好几年 后来我才改用WikiDot 然后后来才变成现在的这种模式 所以你可以很容易的自己写一个Web server 不会很长,大概100行的程式 100行的程式嘛 你就可以写一个Web server OK 所以Web server不是一个很难的东西 而且HTTP是一个很简单的写定 非常非常简单的写定 但是说简单是简单的 现在也越演变越复杂了 所以 它的基本架构是很简单 它延伸出来的东西可能就很复杂 好 那我们这里会用C-sharp 事实上C语言也有啊 在Linux上面 它有一个POSIT标准 POSIT标准下面 就会有一个 有一个那个Web韩式库的标准 那就会有规定的Web韩式库可以用 那 政治加解密那些其实都有 都会放进来哦 那到了Web的时候呢 像程式设计模式就变得不太一样 因为如果纯粹用Socket 就觉得太低阶了 所以就一层一层架上去之后 就变成像Apache 你看到那种东西 那或者是PHP PHP用来写Web程式 你大概不会用PHP写Socket的程式 但是你通常会用PHP写Web程式 那像这种东西就是属于 属于Socket还是库的用途 那 那 IP层的程式设计 什么做呢 呃 我们直接用C Sharp 那 所谓IP就是网址 网址 OK 所以我们如果要做 IP层的程式设计 我至少要能够建立一个网址物件 我有了网址物件之后 我才有办法 比如说指定一个网址物件 然后把资料往那个网址物件的对象送 然后 他也从那边传资料给我 这就是网址物件 一开始你 你至少要知道对方的网址 你才有办法送资料给他 那各位可能有些人会想说 那像之前的MSN 我也不知道对方的网址 我为什么可以送讯息给他 不知道 他不是坐在背景吗 对啊 可是你在MSN上面 其实你没有打他的网址 你只有打他的名字 然后去找他 他帮我转换了 那我这边的区域端的 的电脑 我总应该知道一些事情 我到底需要知道什么 以MSN的例子而已 以MSN的例子而已 他的实际的位置 谁的实际位置 是指对方还是指我自己 对方 可是我这边其实不知道对方 我不知道对方的位置 我只知道说 OK 譬如说我在搜寻 搜寻某个人 那我搜寻进来之后 他的位置 是不是会存到我的电脑呢 有可能 但是通常不会 因为 因为我要传说讯息的时候 还是跟MSN去查询 MSN它本身 会再帮你转换 对方的位置 有一个空间 然后大家连上去 然后你用这个方式登入 就代表你是这一个 然后他用这个方式登入 他就在这边 然后你们其实是在这个空间面连线 而不是直接连到对方的电脑 对 其实是有个中介 有个中介 有个中介就是MSN那个网站 他有一个 有一个专属的网站在帮你做 中间的牵线的动作 牵好之后 他可以让你直接通 但是中间牵的过程 至少那个网站 他会有这个讯息 告诉你说对方的IP是什么 你才有办法跟他连 诶 还是有错 好 我认为这话 我其实是两段式的 我先跟MSN连 他也跟MSN连 然后MSN再帮我们连线 所以这里有 大概至少有三个步骤的过程 要形成一个三角形 我跟他连 他连 然后帮我连线 那如果完全集中式的呢 就不用三角形 我跟他連他跟他連 然後呢全部都透過這邊轉 那就只有兩條線 好 那IP呢 通常是四個 四個0到25的數字 因為他每一個都是用一個byte 一個byte就是0到25 那四個0到25的數字 這IPv4 但現在IP不夠用對不對 所以呢我們現在用IPv6 v6呢 他不是四個0到25的數字 我印象中他好像是16個 很長就對了 很長 因為v4的經驗讓他們覺得 網址很快就會不夠用 乾脆要就給他弄大一點 所以我就搞了一個16個的 很長的那個空間 大概用到 用到 這個 這個地球末日都還用不完 這種 網址數量 所以網址通常會有分內部和外部 你看到192.168 這是C-Class的內部的網址 那如果你看到像台灣通常是210開始 每一個國家 他前面的這個IP是不太一樣 210.59 這個 這個是一個之前我用的 一個IP的範例 那IP不好記 所以我們就用DNS 那剛剛我們有看過 IP-config.org可以顯示出 DNS和Mac address和IP-Wave 但是沒有辦法顯示出UIL 也沒有辦法顯示出對外部的房子 那為什麼他沒有辦法顯示出對外部的房子 這有點保密性對不對 如果你可以顯示 那人家就容易攻擊 所以 所以 以電算中心的角度而言 照理講我不應該在這裡就讓你顯示 那另外還有一些指令 像nslookup nslookup 是在查 domain name 它對應到的 那個address 所以 舉個例子 我們稍微查一下 我們看一下 我們學校的Wave Server 他的房子是多少 那他告訴我是 10.10.10.66 那這就是他的對應方式 那這就是他的對應方式 好 那如果我今天去查Yahoo 通常也可以查得到 好 喔 不行 欸可以了 欸 本來不給我查 後來又給我查 不好意思 我已經授權的回答 所以他這裡好像有一點安全性的機制 那你可以看到 踢倒一點Yahoo.com 他的位置應該有這兩個 那這兩個 那Yahoo是個大站 他不可能只有一台伺服器 Google更是幾萬台伺服器 所以 Google是現在恐怕不只幾萬台 恐怕有幾十萬或上百萬台伺服器 那是很可怕的量 台灣 這方面就比較弱 你要經營幾百萬台的伺服器 那絕對不是一個 非常容易的事情 那所謂的雲端 其實人家在做的是這個 你要怎麼樣經營幾百萬台的伺服器 那個 那個是一個 蠻高的技術 那台灣能做這個的 很少 應該可能是 不太存在 因為至少沒有公司可以做這個 我沒有看到 但是我們可以 架在別人的雲端上面去做APP 或應用之類的 可以 但是我們要 事件雲我們一直做得不好 那大陸是還OK 就是他 像那個淘寶之類的 他們有一個市場存在 要慢慢的 那個雲端接觸就會 就會慢慢的進步 所以他現在其實已經比我們 強不少 好 那NS Lookup 這是第一個 那如果你 也可以一層一層查進去 一層一層查進去 用NS Lookup 然後 先查完第一層 再去查第二層 你可以稍微去看 那 玉克用Tracer 去查 那種路徑 之類的 這應該各位也用過 有 那 因為我們這門課是 層次設計 就不是只教你 用那個工具了 我們要教你寫那個東西 那所以 我們就 用C-Shop來做 那這裡我來看一下 我們的環境是不是安裝 OK 好像有 2010 Express就很好用 那如果沒有的話 你就用2012 OK 2012應該OK 好 而且呢 在很多時候 我們需要 命令列 2010 Express 沒有命令列 我們就用 2012的命令列 好 那這邊 OK 命令提示資源 這邊可以開起來 好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 來試一下 這一層次 這個層次基本上 你不用開啟 Vidual Studio就可以 只行 因為它是一個 純命令列的程式 所以你只要 直接 建個檔 就行 好 我在這邊 CS這邊 不要用CS 加一個 加一個 好 Network 我回名 然後 我在這邊 建立一個 程式 程式 叫IP A place 好 OK IP Address Pass 然後呢 我們就要 切到這個資料夾 對不對 好 OK 然後 我們用 CSC 這是C-Sharp的 C-Sharp的 C-Sharp的編譯器 然後呢 我們去編譯一下 要加CS 好 這樣子呢 我們在DIR一下 可以看到 ESD檔出來 好 那這裡呢 它就會 建立一個 IP Address 的物件 建立一個 IP Address 的物件 用PaaS IP Address.PaaS 它會建立一個 IP Address 的物件 IP ADDR 然後呢 我們就把它 這個物件運出來 當然就是 那個位置 可是這裡 已經建成物件 那建成物件之後呢 各位知道 一個位置 還不能 直接 拿來用 因為 每一個 每一個 應用程式 都要先搶佔一個PaaS 搶佔一個連接部 你要有了連接部 你才可以 才可以開始寫你的程式 所以呢 這裡 我們搶佔下來的PaaS 是80 80 這個PaaS 可以是0到6535 的任何一個數字 那用80的話 是因為Web Server 的預設PaaS 是80 那你也可以Web Server 如果不要用80 你可以用別的 但是用別的的話 你的網址就一定要 只聽那個PaaS 也就是說 本來我這樣用 本來我這樣用 譬如說這樣 那如果我今天呢 不是用80 我在後面就要加 譬如說8080 8081 這樣 那 這是一種 習慣 就是說 預設是80 所以你如果是80 你不用打 如果不是80的話 你就要打 OK 大概是 所以我們做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 加了80之後 你才真正可以變成 連接到對它 應用程式的 一個 完整的 中端 中端位置 對 中端位置 以防止 才要再多了一個PaaS OK 那多了一個PaaS之後呢 你可以 用Sereoize 把它比較更詳細的 資訊列出來 那這裡就會 應付它的 它的那個 IPv60 的位置 你可以看到 IPv6 這裡 210.59.154.30 後面還多了很多個0 因為是現在我們是用v4的版本 那 如果 如果需要用IPv6 你可以一直再加上去 所以我們執行的結果 就像這樣子 那 這是一個 最簡單最簡單的 第一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 那 各位試試看 先確定你會用命令列的 C-JAP給一起 會用命令列的C-JAP給一起 CSC 你要去開 你不要隨便開那個 預設的命令提示資源 你一定要開Vitual Studio裡面的 命令提示資源 你才打CSC才會有反應 如果你不是開Vitual Studio的話 那打CSC可能會沒有反應 所以這裡 請你開的是Vitual Studio裡面的 Tools裡面的 開發人員命令提示資源 要開這個 我可以試一下 試一下